新动能较快回升 11月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6% 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 像高新技术的制造业 还有这种高端装备的一些制造业来讲的话 这个月的这个PMI指数是明显的回升 行业扩张有所加快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三个月回升 呈现哪些新亮点 见链成群 装备制造业对经济带动力有多强 数字赋能迈向中高端 未来潜力有多大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宁 今晚我们来关注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新动能 今天发布的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 分行业来看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6%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 行业扩张有所加快 装备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一段时间以来 装备制造业回升的态势 我们有哪些新的观察 装备制造业奇稳回升 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多强 未来装备制造业提质增效的潜力和空间还有多大 这些话题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 一位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刑事室主任郭理言 一位是财经评议员杨复江 欢迎两位 首先呢我们来通过短片 看一看最近多地加快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山东省重点装备制造业项目推进会近日举行 十个重点项目在济南青岛烟台等5地开工投产 四个与世界一流企业合资合作的项目签约落地 项目总投资预计将达515亿元 涵盖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工程机械等领域 近期在湖南诸州电力机车研制基地迎来生产高峰期 今年的国外新订单很多 这批整装待发的动车即将出口到马来西亚 这辆车的前大灯设计看起来像是由一颗颗钻石组成 车顶侧上方的白色线条像是勾勒了钻石的形状 这些融入了钻石元素的设计细节 灵感来自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这些呢也都是按照国外客户需求做的量身定制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 在株洲这个世界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制基地 咖啡吧已成为所有国际化企业里的标配 企业员工甚至自己造出了一个时间度量单位 叫一杯咖啡的时间 目前 株洲已汇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上下游企业420多家 产业规模达到千亿量级 11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6%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 行业扩张有所加快 近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10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 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连续三个月回升 一说到装备制造业 大家就觉得这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这个行业的发展 首先从数据上 刚才我们了解到11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的PMI是有所回升的 行业的扩张也是有所加快的 从这样的回升的态势里 力言有哪些新的观察 是的 装备制造业是今年以来 可以说是支撑整个工业经济 那么快速恢复回升向好的一个主要的拉动力 那么呢 刚才看到了信心的这个指数PMI 其他更多的这个宏观数据之间 也能够交叉认证当前装备制造业 这样的一个恢复它所起到的一个支撑力 那比如说像装备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值 总体上是比整个硅商工业高的 里面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新三样所在的 像是汽车制造业 像是电气机械制造业 它呢 这个增加值都是10%左右的 这样的增速 与此同时我们也观测到 其实装备制造业 它的工业生产者 这个价格指数 是领先于其他的 像上游原材 与上游原材料相比 中间的装备制造业 它的这个价格收窄回升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与价格相关就是利润 1到10月份装备制造业的累计利润 已经先于归上工业利润转正了 那么呢 连续几个月的当月当中 若干的新三样所在的行业 还包括铁路船部航空航天 等等的这些传言 它的利润都是保持双位数的增长 那么呢 大家也知道 投资是跟利润相关的一个函数 那大家也知道 这个制造业投资是当前 我们稳投资 稳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里面就有装备制造业 它双位数 或者说保持20%30同比增速的 这样几个装备制造业 行业的增长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速 对当前经济的支撑 我们能够看得出 这个不是应该说 是我们数十年持续的 对工业 尤其是装备制造业 顾本强积 不断的提升装备制造业 这种根植性可靠性的努力 那么支撑着今年 那么装备制造业展现出来了 特征这样的一个动能 那像是新三一样 它也不是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跟我们啊 像是汽车制造业 长年的这个积累 是有关系的 那李延刚才说到 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事实上反映的是 企业在生产方面 这样一个信心啊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其他的相关数据 比如说国家统计局 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十月份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已经连续三个月回升了 傅江再来说说你的观察 你觉得这种回升的过程中 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 对 本月中旬发布的这个数据 我同一立言的观察 就是装备制造业呢 其实通俗的理解 就是制造装备业 它就是为了国民经济的活动 制造各种装备的这个产业 它是工业门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 所以在我的观察呢 装备制造业今年以来的这个发展 对于整个工业的牵引和带动作用 是在增强的 我们通过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我们横向来比较 刚才丽言其实也提到了 十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 同比增长了6.2% 这个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所以装备制造业 在它平行的这些类别当中 它表现是比较出条的 是比较这个优秀的 所以它有力的支撑了 工业经济的增长 这是横向的比较 而纵向我们来看 对于垂直细分行业的这种带动 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一次 装备制造业的统计当中 新能源领域表现很亮眼 我们来看十月份 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达到92.7万辆 同比增长了28% 整车同比增长了28% 就带动着光伏电池产量 增长了超过60% 然后呢 理动力电池增长接近60% 而大家熟悉的充电桩增长33%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门类的提高 对于很多它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的企业来说 会带来三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二的这种增长 所以我们归纳一下 装备制造业稳健运行 加快恢复 对于整个提振经营主体的信心 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都会带动牵引和拉动这种作用 那我们接下来再从微观层面做一个观察 顿购机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如今全球每10台顿购机中 有7台是来自中国的 装备制造业在产业链提升方面 都有哪些新的突破 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在一家大型顿购机 整机企业的总装车间 记者看到一批出口海外的顿购机 正在集中交付 如果把这台顿购机拆解开 有一万多个零部件组成 这个巨大的呢 就是顿购机的刀盘 而刀盘上啊 这个黑色的 像滚轮一样的啊 就是顿购机的刀具 刀具呢 也是产业链当中啊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刀具就像牙齿 决定着一台顿购机的 绝境速度 做刀具的材料 既要高硬度耐腐蚀 又要柔韧性好耐疲劳 为攻克这种特殊的材料 企业和大学进行联合公关 对十几种添加元素 进行上千次试验 最终解决超硬材料 高强高韧的难题 在这个仓库里 记者看到摆放着电机 液压泵等配件的货架 有五六十排 就像一个顿购机的零件超市 如今有160多家本地企业 为顿购机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 同时工程师们还在不断推动 顿购机的换新升级 顿购机种类 从十年前的两种 增加到现在的15种 原本只能水平前进 如今能上下坡 能拐弯 还能垂直作业 现在中国顿购机 还在向智能化 无人绝境发展 得益于我国完备的产业链 和不断迭代的技术创新 如今我国顿购机 已占据全球70%的市场 上下游企业达到上千家 短片中我们看到 我国的顿购机 已经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 上下游的企业达到了上千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 装备制造业的企稳回升 丽言觉得对于经济的这种 带动作用有多强 是的 动购机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应该跟我们十余年 持续的攻坚克难 那么带动的整个产业链 是有这个艰苦 艰苦卓绝的努力 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整个可以说装备制造业 它向着三高方向努力 更高的附加值 更高的可靠性 和更强的带动能力 这个努力使得 可以说稳定国民经济运行 尤其是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它扮演的是一个 主要引擎的这样的作用 那么从数据上看 目前制造业的增加值 在整个GDP的这个比重 已经超过了27% 那么装备制造业 对于归上工业增加值的 这个贡献已经超过了46% 那么其实装备制造业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 它的这个影响和作用 不仅在于所占的 这个比重拉动的力量 而是在于背后的 这种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链的带动力 以及对重点区域 和相关的这个区域所在的 这个人群 这个带动力是很强的 大家也知道 装备制造业是产业工人 比较集中的 这样的领域和行业 那么相关的工业地区 它整个的经济的转型升级 装备制造业可以说 是扮演了引擎和龙头的 这样的作用 还想说是什么 装备制造业近几年 中国的整机厂 整车厂 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 这样的链主类的企业 是茁壮成长的 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是不断在增强的 所以呢 其实它可以起到 以我们国内市场 产业发展为内核 来更好的吸引汇聚 国内外的这样的资源的 这样的作用 促进内外产业融合 吸引更多的主体 为我们的装备制造业 添砖加瓦 所以为什么说 它是工业经济的 一个龙头和引擎 就源自于 它这样强的一个带动力 令人刚才提到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产业链 一个是链主 那这两天 北京正在举办 首届的链博会 富江也去了 从链博会上 相应的观察 你怎么看装备制造业 对于相关产业的 这样一个支撑作用 汽车制造 是装备制造业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 我今天上午 在W4展馆 就是西边的第四个展馆 智能汽车链展馆 赚了一上午 我的体会是这样的 就是汽车制造领域 现在新材料的重要性 或者说话语权 现在越来越强了 比如说 在内燃机时代 三大件 发动机 变速箱 底盘 那个时候 主流的车企 只要做动力总成 它的利润就很丰厚 它采购的并不多 而现在新能源汽车时代 三大件 电池 电机 电控 主机场上基本靠采购 所以它只做集成的话 它的利润是很微薄的 那这个时候 或者说它这个地位越来越高了 那么现在除了 我们说到的锂啊 骨啊 镊这种材料 我们常见的铝合金 现在也在提值升级 比如说 我在展馆线上看到一种 叫陶瓷铝种 晶体的金品种 品种的种 这种呢 是铝当中 加了20%到40%的二鹏化钛 那么这种铝合金 它的强度和韧度 一下都上去了 而同时 它们作为刹车片的 这个材料的时候 它的重量 可以降低60% 所以的话 这样的话 我的零部件的轻量化 带来整车的轻量化 整车轻量化呢 我的耗电就变少 我的能耗就变低 我的汽车的 续航里程就会变长 消费者充电的频次 就会变少 体验就变好 它是一长串的 一个连锁的反应 而同时 用了这种铝合金之后 它的溶点变得更低 所以它整个材料 在回收领域变得 成本也很低 很容易做材料的 这种回收 很节能环保 而我还看到一种呢 是三合一外壳 就是一体化的外壳 能够把电机 电控和变速箱 包在一起 这样的话 相比于以往的 这种包装方法 第一个 它省工序 就是这一次包装 就不用三次包装 第二个呢 省零件 它不用包完了以后 再把它焊接 或者用螺丝把它拧到一起 第三个呢 它省重量 能够减重30%左右 而第四个也很重要 因为它一体化的包装 降低了风阻系数 有统计显示 这个风阻系数 降低每降低0.01% 一个汽车的续航 能够增加15到20公里 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 从材料的创新 包括我们这种设计的创新 能带来最终的产品的创新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 装备制造业巨大的进步 是一个个微小的改变 累积出来 没错 在装备制造业 这样巨大的进步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 如今传统制造业 也在转型升级 在广东佛山顺德 机器人制造产业集群 带动传统制造业 体制增效 我们来看一看 在广东顺德 这家生产小家电的企业 机器人挥壁运作 仅30秒 一个电水壶的外壳 便加工完成 送至下一道工序 过去每逢促销忘记 大涨的订单 让企业负责人 既兴奋又焦虑 自从机器人进厂工作后 这家企业的电热水壶年产量 从原来的660万个 跃升到了1650万个 而这些机器人 就来自于距离电热水壶生产企业 近半小时车程的 另外一家专门研发工业机器人的企业 记者看到 在这个超过1500平方米的测试间里 没有一个工人 只有近50台机器人在自主完成测试 作为制造业集中地区 佛山目前正大力推进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五成以上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由此给机器人应用 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记住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带来的应用市场优势 顺德机器人产业 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数据显示 2018年 佛山的工业机器人产量还不足2000台 而在2022年 佛山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约3.2万台 同比增长了40% 很显然 顺德这种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让企业内生的动力更足了 那么下一步装备制造业体制增效的潜力和空间还会有多大 毕业你的观察 是的 我觉得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在转型升级 新型的新赛道者 新动能在不断的激发 新旧深度的融合 还包括当前数十融合 智能制造 一系列的这样的因素都在赋能装备制造业 它更好的提质增效 那么装备制造业当前可以说像它细分的八大门类 目前都有相关的5G加AI加工业互联网的释放工程 加速的在落地过程当中 包括相关的部门也公布了5G 那么相关的这个释放工厂有300余家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集中在装备制造业的行业 那么对这个行业而言 那么中国是向着国际更高标准在迈进的 那不光是产品的性能质量 还包括刚才复江讨论的一些原材料 关键零部件 那么我们断长版补短版 尤其是攻坚克难 那些关键环节卡脖子所做出的努力 是未来就应该决定装备制造业 那是整个工业经济的韧性和可靠性的重要的方面 那么我们要抓住数时融合 抓住智能化这样的时机和这样的背景 努力的把我们原来的潜在优势进一步的激发出来 尤其是要促进国内国际市场的这个联动效应 把国际的技术到中国市场上不断的衍生拓展 从而跟自己的产业进一步的融合 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拓展 我们全球市场上的这个影响力和潜力 对 丽言刚才说到的是数时融合 那我们的装备制造业 接下来要迈向中高端发展 数质融合 是不是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向 对 我的观察呢 数质融合 不要为了融合而融合 做企业是很务实的 要看利润 另外要看 我这个融合是不是能够带来两提升三下降 两提升是什么 首先这个生产效率要提升 这个很容易理解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这个要提升 因为未来我们一定要以 这个企业经营的含氯量 来检测它的含金量 未来的双碳的要求会越来越严格 而三下降呢 第一个它的运营成本要下降 这个也好理解 还有一点 它的研制周期的这个时长要下降 还有产品的不良率要下降 因为减少一个次品的生产 不等于增加了一个成品的生产 你还减少了这个资源的消耗 还减少了垃圾的处理 所以这个很重要 而树枝融合认为 未来呢 也是几方面的一个体现 第一方面呢 它能够让设备和设备之间 设备和工厂之间 工厂和工厂之间 企业和消费者之间 实时的联动 所以企业对消费者的需求 不光是能够感知 它还可以预测 所以就可以实现柔性生产 就可以实现定制化的生产 而第二方面呢 正是由于这种定制化 就可以减 因为企业对消费者有感知 就可以减少它的产能过剩 带来的库存压力 也可以减少它产能不足 带来的延迟发货 带来的这种体验的损耗 而第三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 智能制造 它对于智能设备呀 智能传感器 新材料 元器件等等的相关服务 它的需求会增加 所以会带来很多产业的 新的增长点 而未来 我们说回到新材料领域 目前呢 我们在新材料方面呢 全球的这个集中的程度 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里的这个 澳大利亚 智利和阿根廷 三国就占了70% 未来我们在贸易方面 也有很多可以做的文章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探讨 广告之后 欢迎您回来听主播收听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装备制造业 涵盖金属制品 汽车 铁路 船舶 航空 航天 和其他运输制造业等领域 前三季度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 比整体工业高出两个百分点 新动能加快成长 增长的引擎作用持续显现 那最近 多地在高端装备制造上 锐意进取 奋发图强 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而随着财政 货币 科技 产业等政策的持续发力 我们相信 装备制造业在未来 将会进一步释放强劲的动能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